弟兄姐妹平安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 让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 来思想主的话语 建立我们的生命 今天我们来看 路加福音十二章八到十节 我又告诉你们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 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 还可得赦免 唯独亵渎圣灵的 总不得赦免 那么耶稣在说完了前面的教导 那也就是告诉他们说 真正应当要惧怕的是那个 能够杀灵魂的 其实也就是我们的神 那接续就告诉我们要承认神 那整个接连下来 就让我们知道承认神 关键在于认识主的掌权 承认并且谦卑顺服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会因为看环境 看人 所以产生许多 从惧怕而来的假冒 那也会产生一些 从恐惧而来的 错误的选择跟决定 那我们在人的面前 认耶稣 那其实是宣告 并且承认 我们是降服于 上帝父神的权柄 不是这个世界的权柄 我们也不是降服在这地上的任何一个人 并且我们也知道 我们与上帝与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确实是需要建立在 承认认同的基础上面 那认同在原文也含有与他联合的意思 那就像一个人虽然是父亲 但是如果他的儿子不承认 那父子之间关系的实质 对这个儿子来说 就没有办法成立 所以许多人的信仰 其实很容易 因为一些环境的挑战 碰到逼迫 碰到艰难 就不再相信 不再承认了 那么人如果真的要不信 其实耶稣基督 他是不会勉强人的 那么另外 认这个字 在希腊原文是 Homos 以及Logos的复合字 那Homos 是在同一个地方 Logos是道 所以认耶稣真正的意思 就是与主的道同在 也就表达 不只是在遇到逼迫 或是困难环境的时候 承认耶稣基督的名 乃是承认他所说的话 他所说的道 并且真实的 让自己与神的话语同在 也就是让主的道 像种子一样种在我们的里面 然后让这道能够开始成长 让我们的生命按着神的话语去遵行 以至于能够结出圣灵在我们里面 所动工的果子 那到了第十节所说的 亵渎圣灵 原文是重伤 毁谤 怒骂 那这边说 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 其实这也是非常合理 而且理所当然的 因为其实圣灵 是真正在我们里面动工 帮助我们更新调整的 如果我们不在意圣灵的工作 甚至于毁谤圣灵的工作 抵挡圣灵 那么原来透过圣灵 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成就的平安 所给予我们的能力 那么在环境中 当我们内心软弱的时候 给我们的帮助 就会因着我们拒绝圣灵 而无法得着了 那圣灵跟赦免中间 产生的联系 其实在约翰福音16章7到8节 那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保慧师他既来了 就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所以圣灵作用在人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的心中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果效 或者说功能 就是让我们的心被光照 让我们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所以如果我们拒绝圣灵的工作 或者是碰到一些事情 那其实圣灵会用微小的声音提醒我们 我们如果拒绝他 甚至于认为这是出于恶者的工作 那么赦罪的恩就会因着 我们没有办法认罪 而无法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那在这段经文我们最后提一点 耶稣是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 那么神的使者面前必认他 其实当然神的使者 在圣经有许多的记载 包含这个先知 或者神自己的显现 或者是在过去的一些的事师 或者神所拆派的甚至于天使 但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要知道神的使者 所表明的就是那些认识神的人 然后并且那些带着神话语的人 他们会认出谁是在生命里面 真正与主连结的 谁是生命里面愿意连结主的道 愿意承认耶稣基督的 那么当耶稣也认他的时刻 那就会能够在生命当中 彼此联络连结 就像圣徒彼此真正的相交 以至于能够像活石一样 一块一块被建造起来 成为主的灵工 能够彼此建造 能够生命能够一同的成长改变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是愿意承认主的主权 愿意承认主所说的话 那么愿意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用微小的声音来提醒我们 让我们是愿意顺服主的真理 使得我们的生命每一天 能够不断的更新改变 祝大家有美好一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